這裡就是矽谷的一處住宅區 今天是上課的日子 學校還是七點多開學 但是學生們卻不用離開家中 八年級的Chloe 用Facetime在跟老師學竖琴 不只是竖琴 所有學科也都是透過遠距學習 他說線上與線下學習各有優缺點 美國私立學校幾乎在縣足令下達後 隔一天就將課程全部轉到線上 這是因為遠距教學 本來就是許多學校提供的服務之一 比如說家裡有事情需要飛回其他地方 或者是小朋友生病 那或者是家裡有人要出差 那小朋友需要跟著爸爸媽媽 那像這種狀況的時候就會需要Distance Learning 就連幼稚園也將課程轉到線上 線上教學因為比較沒有辦法做到面對面追一點 所以我必須時時刻刻的要一邊教學一邊盯著我的電腦螢幕 然後看看孩子對這個動作的反應 然後適時的我必須要用一些肢體上面的表現 讓他們教說老師都有在看你們 由於縣足令是突然頒發 這家擁有900位學生的幼稚園 原本沒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校方也迅速調整 馬上在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呢 director加班啊 我們就去把一些就是 Art material把它弄好 然後之後找我們的Technician把線連接好這樣子 在這個趨勢下 宅居概念股也成為主流 像思客的Webex在尖峰時段用量暴漲24倍 而Zoom的股價今年以來也飆漲了135% 由於目前美國控制疫情 只剩下限足另一圖 預計這股宅商機的熱潮仍將持續 歡迎新聞特派記者曾玉京在矽谷的採訪報導